NBA记者Dev McMahon们报道 在胡人心赛季训练营首日训练前 主教练卢克波队率先面向全队进行了讲话 而在2014-15赛季勒布朗詹姆斯重会骑士后的首次训练课前 当时是詹姆斯而非时任主教练大卫布拉特对全体队员进行了演讲 对此,詹姆斯表示,今天是卢克全权负责 卢克和教练组,举行了一场极好的手练 据Dev McMahon们报道 首堂训练课中,并没有太多五对五的对抗 我都在此期间重点演练了防守 这是一次充满身体对抗的训练 我们还挑战了他们的心智 就是全神贯注,帮助建立我们理想中那支球队的根基 沃顿说道,康威拉解龙多曾建议教练尽快开展对抗比赛 但沃顿表示,他将在当地时间周三 在训练中再这么做 我们还没练习打拆防守 沃顿表示,不过 如果你很长时间不让球员打对抗比赛 他们可能会反抗你 所以我们会在明天让他们玩一玩 展姆斯在谈到耐心问题时说道 我猜我需要借鉴我在家里的处事方式 当你有了三个孩子,你必须保持耐心 我们想把他们称为孩子 他们是年轻人 其中有些人都有家事了 我知道自己必须保持耐心 要采取焉然而异的方式 激发出每个人最好的状态 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学习途径 这让我才能学到促进每一名队友发挥出最大能力的方法 在训练结束后 加维尔·麦基、拉简龙多、肯塔维俄斯、考德维尔·波普和迈克尔·比斯利与詹姆斯、布兰登、宁格拉姆、凯尔·库兹马和兰斯·史蒂芬森 举行了四对四的三分比赛 最终 麦基所在的一队击败了詹姆斯所在的一队 随后詹姆斯接受了记者采访 其中一位记者问到他打算如何赢得洛杉矶球迷的尊重 赵姆斯反问道,谁?我吗?我? 我,改记者重复问题后 赵姆斯答道,啊,我签了四年的合同 你还想让我怎么做?听着,我签了四年合同 我就在这里,我知道我能带来什么 知道我的场上效应